于宁有个女子上个月30号开车到了彰化 在自用的车里头寻短了 家属赶到医院之后却是天人永格 不过家属后来发现说 这个女子在上个月的26号下午的时候 短短三分钟的时间汇出了120万元 给一个不熟悉的女子 是不是遭到了诈骗还是仙人跳呢 家属非常的不了解 那么现在请警方赶快的查明真相 老母亲赶到医院听到女儿急救无效 当场痛哭失声 云林炳如姓女子上个月30号开车到彰化 竟然在车上寻短被紧急送医急救回天法术 女子寻短的前四天也就是6月26号当天 女子到邮局汇款汇出了三次40万元 短短的三分钟内汇了120万 直到2号传来事件曝光 不过汇款单上的受款人家属并不认识 为什么他同一天已经汇了100多万的钱出去 然后我们家属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上个月30号 女子把车祸受伤的儿子交给母亲照顾 随后表示要外出 才一个晚上的时间却和家人天人永隔 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没有回来 晚上他还说隔天他会回来 他隔天早上就会回来 可能隔天早上我们一打就电话都没有人接了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下会那么多钱出去 对啊 他是先人跳还是不是啊 家属不明白女子毕生了百万积蓄 竟然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转入他人账户 随后想不开结束生命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警方目前正在过滤 女子的交友情形 要帮家属还原事情的真相 尊重陈梦会章话采访报道